有一户人家 他的两个儿子兄弟长大了 都到了贪婚论嫁的时候 经常为了家庭的一些小事情 他们家里比较富裕 一些小事情经常争吵 父亲心里非常的难受 总是为小利益产生口角 父亲在想 一旦哪一天 我走了等到分家产的时候 还真不知道会产生 什么样的大的争执呢 有一天父亲病了 他对兄弟俩说 其实啊孩子们 我这病你们也不要太担心 我想自己应该能够应付的 但如果你们两个兄弟 将来反目成仇 那就是我们家庭的心病啊 谁都很难应付 父亲下床 指着院子里的几个鸡说 看看他们 蹲在那里相安无事 这不很好吗 然后他父亲到屋子里 端了一盆骨子 骨子慢慢地走到了屋后 将大部分骨子撒在了地上 留了十几几十粒的骨子 回到院子里扔下那些鸡 那些鸡看见了骨子 腾得窜起身 一起上去争夺 翅膀挥舞嘎嘎乱叫 原本清净的世界 因为几颗骨子而硝烟弥漫 兄弟俩笑了 都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父亲说 你们都看见了孩子 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 增长 更多的骨子都在屋后 其实人生中 我们有很多的烦恼 又何尝 不是因为争抢了 就犹如给鸡吃的骨子一样 去争人间的一点点 名和利和得失呢 为了利益 我们不顾一切的 去贪 去争 去抢 和鸡的争骨子 又有什么两样呢 尊重别人 别人才会尊重你 爱别人 别人才会爱你 珍惜是我们学博人的智慧 珍惜你的身体 拥有的身体 珍惜你的生命 你才会拥有生命 很多人要钱不要命 拼命赚钱 身体垮了 为了发财 更有很多人不惜去贩毒 而失去了你唯一的生命 要学会珍惜朋友 你才能拥有朋友 珍惜佛法 你才能拥有佛法 要记住了 珍惜就是拥有 不珍惜的人 很快的给他的报应 就叫失去啊 珍惜就是拥有佛法 珍惜就是拥有佛法